駕駛光顾檳榔滩 不忘哈拉个几句 只见檳榔西施穿着火辣 整个上身只剩胸贴 这间檳榔滩就以清凉穿着为卖点 没想到有引发讨论 民众PO网抱怨 说自己要去接小孩 却被卡车围停挡路 卡车驾驶顾着买檳榔聊天 他除了大妈驾驶 也把矛头指向檳榔西施 说他一不避体 教坏小孩伤风败俗 结果这PO文一出 顺风便逆风 网友一面倒 轰他歧视别人职业 他穿得太 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 买的人都会 而且平时还不会很快就走 是苗一眼 但是我不会真的在这里看 一到钱都很清凉 多减就有了 他也是要生存 我们也不敢说对他错 卡车驾驶微停不对 警方喊罚600元到1200元 至于回到现场 槟榔摊上午是阿姨上阵 没见到穿着清凉的女子在场 卖槟榔被人身攻击 实际上若真的穿太少 确实可能涉及防害风化 警方也将到场了解 记得王军姐王山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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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